明天是禮拜一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这个赵伟高金素媒他邀请海巡署 邀请包括海委会一起来做专案报告 可是海巡署的主委管妈管碧琳 他说你们给的专案报告的名称 这个标题我觉得不妥压 我要改啊 擅自改了标题 结果国民党包括洪孟凯书记长 他就说你在藐视国会 那我们再来看看管碧琳 他自己讲了 他说专案报告的题目是海巡署改的 不是我改的 我身为海委会主委 深知对确认执法正当性 并且获得支持是多么重要 所以我支持海巡主改 他说我知道我对赵伟 很失礼 我愿意承受指责 可是不可以让海巡失去了立场 来看看 大陆渔船翻覆两死案 海委会专案报告出炉 标题自行从翻船改成取缔 六页报告内容 有关执法过程章节 只字未提碰撞 只写下午1点10分 陆船以大角度向右急转 发生翻覆 四名大陆船员全输落海 双方追逐过程都没有详细描述 IP态度傲慢 海巡说法一变再变 看看过去说辞 事发先称 陆船蛇行巨简 不胜翻覆 接着记者会又称 陆船蛇行衰尾 撞海巡CP艇 导致翻覆 现在海委会报告 只字未提碰撞 但强调翻覆原因 是陆船大角度向右急 转18天内说法变了三次 立委赖世保更质疑 管碧琳自行更改报告名称 藐视国会是未可能参选 高雄市长累积筹骂 海委会报告还要求大陆 应加强三无船舶管理 避免憾事 而我国则会在年底前 完成密录器100%编中率 专案报告周一登场 国民党团将要求管碧琳道歉 民进党也发出假动 防止蓝银大动作 蓝绿剑拔弩张 现在这个专案报告 就卡在这个所谓的题目 所以听闻明天 民进党会假动 国民党有什么样因应的 国民党也是在8点15分左右 也是在委员会召开之前 也有一个假动的一个会议 来商讨这样的一个策略 不过我觉得我们比较遗憾的 就是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的厘清 那高金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请各相关人员 大家一起来面对面 把它说清楚 委员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询问这些官员 你可以一次 你有做的或者你没有的 大家一起来把它面对面 把它问清楚 可是我们的管妈 我刚刚就说 她政治性非常的强 然后她把这个题目 稍微做一些的修正 实际上你看原始的题目 也是海巡署 以前的报告的一个题目 而且里面没有什么责任 归属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一个 大家一看就知道 要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不晓得管碧琳 她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她的所谓何来 而且说实在的 过去很多的单位 因为我们当过招委 我们知道 很多时候 他们对我们所列出的题目 他们是有意见的 可是有意见 后来跟你沟通 那如果说你跟她解释清楚 大家也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没有人会对这个题目 上面去大做文章 所以说行政单位 即使有不爽 他们通常也没有 太大的一个意见 这是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 那我不晓得这件事情 在原始的名称 跟她所改的名称里面 本身都没有太多 可是管碧琳 却透过她的脸书来做 那我更不能理解 就是说民进党 为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假动 说实在国民党 在这个9点之后 并没有提出假动 我们只在8点15分 请大家来开会 那个会是有 那她的假动的意涵 到底是什么 要占据主席台吗 那如果占据主席台 以我们目前来说 在野党来说的话 就只有两种步骤可以吗 一个就是程序发言 第二就是不让你上台 可是不让你上台 是不是反而称了 他认为他的意 这也是我们要评估的 你如果不让他上台 然后就让我们一群人 然后他就带队走人 然后营造一个 我挺海峻兄弟 营造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那我们国民党在旁边 是怎么样 因为原汁在那边 后面喊了10天有人理吗 就觉得原汁就是 原汁原味在那个地方 可是我们要的原汁原味 是管壁林好不好 再除了测试体温之外 还是希望他能够 把很多的事情理定清楚 所以这是战略上 不过就是因为 民进党发的假动 就让我们觉得说 一个难道你为什么 为什么从题目的改 没有办法 遵照以前的愿规 然后接下又发为假动 到底这里面 你们要玩的是什么 不过是一个非常单纯 我刚刚说说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司法问题的一个理性 你却把它用政治的手段 来把它弄得更混淆 所以也难怪 国会改革当中 所谓的藐视国会的 这样的一个议案 应该好好来思考 因为我们除了把你列为 不受欢迎的人物之外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司法权 是否可以透过 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以让彼此之间 能够更有负责任的态度 来对面对委员会 大佬这是管妈的一个策略吗 他最后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认识管妈 三十多年了 他在两岸的意识形态上 是很强悍的 但是他在处理人际关系 他是很灿烂的 所以这个三十多年了 他个性或者性格 并没有改变 但是我觉得他连壮志 都不愿意出现 这也许影响前面的 他们的谈判 我们的立场 也许如果你壮志出现的话 你就是没有改口的余地 但是如果有壮 但是是负壮还是被壮 还是冲壮 这个也有文章 但是我觉得两边 尤其是管妈这边 我觉得太小题大做了 小题大做 这个我觉得影响 并没有那么大 这个小题大做 你刚才讲说原汁原味 我也是越原汁 多天没有洗澡 身体上的臭味才叫原汁原味 是你不会被闻到你 这种事情我们这一边 好像不愿意承认说 我们是错误 不能全部承担 我觉得国民党团跟国妈 其实可以私底下沟通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就不要用这个 等一下 你甚至可以把撞不撞 或者是什么样的撞 列入讨论的内容 不需要列在标题 也可以 也外常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洪梦凯 放话也太凶了 他说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我明明有什么 不符合期待的话 又是声音大 这个雷雨小 雨点小 雨点小 所以我觉得现在 刚刚开始 两边都想求表现 但是表现过火 比不表现更糟糕 如果以一般民众或是媒体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当然希望管妈 可以上咨询台 做报告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事情比较多的全貌 如果明天又是吵吵闹闹闹 那边吵一吵 那边吵一吵就结束了 很无聊 我们新闻是很好看 乒乒乒乓 大家吵来吵去 可是实际的问题 没有解决 原志 而且下个礼拜 轮不到高津排案了 没有 明天就要排案 我知道如果他 我会讲是说 他讲明天他不报告 就撤离了 这个礼拜就白费了 就要空一个礼拜 跳过一个礼拜 那个时候 这个案子就冷掉了 所以我们要考虑看看 因为下个礼拜 不如到高津了 现在的问题 不是国民党不跟他沟通 现在是他 他如果认为那个字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讲撞传不是故意要弄他 这是很中性的 因为海巡署自己的记者会 就是用这个当主题 就是撞传 所以专案报告 用这个当名称 管碧林如果认为有意见 刚刚曾伟也有讲 你以前的惯例都是 会私下先跟招伟说 你是不是改一下 会沟通一下 招伟不理你的话 有的还找到总招那边 党团总招 总招不理你 有时候党团协商 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台面上 但是管碧林是 忽然间他就发脸书了 就把这个事情 就开始骂国民党 他是故意把这个东西政治化 他想要把它变成一种 蓝绿的冲突 为什么他故意做这个事 我觉得很简单 很容易猜他的心思 他的心思就是 用蓝绿冲突来掩饰他的无能 因为他现在就不知道怎么 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当初管碧林 大家也没有想到 他会做这个海洋委员会的主委 他有这个专业吗 没有这个专业 他就来海边 高雄海边 他来自高雄 比较认识海 但是就是说 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仇庸的位置 只是说海洋委员会 以前大家没有那么大的关注 以前谁知道海洋委员会 是谁没有人知道 现在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忽然间他浮上台面 他讲出来话有的我都觉得很好笑 他说以后这个案例 可以成为未来的一个个案研讨 教科书一个非常重要案例 代表你就没有准备好 你发生危机不知道怎么处理 现在你是学者 不是你是主事者 所以他为了掩盖 他无能这个事情 拔遍蓝绿对决 蓝绿对决大家就知识者 各自归队 就没有人想要知道 这个事实是什么 所以管碧林 我觉得这个人是 以前我们不会主张他要下台 可是我现在觉得 他越在这个位置上 对台湾越危险 尤其是国安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现在看起来 是要完全跟管碧林 站在一起 他操作这个反中情节 我觉得我们国民党也是要 也不能示弱 这个案子是高金素媒 因为他是赵伟 他提出来的 他其实有回应管妈 他说管碧林的做法 前所未见傲慢无比 而且他还拿出了证据 这是在2月22号 这是海巡署的记者会 现场都有直播 其实都有记录的 因为这个记者会的名称 他们就叫做0214 就是发生日 碰撞那一天 就是事情发生那一天 金门海巡队CP-1051艇 与大陆渔船 碰撞案记者会 所以他说 我说碰撞有什么错 你们自己海巡署的记者会 就用这个名称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今天是3月3号 再过两个半月 新政府就要上台了 赖政府到底会用哪一些人呢 内阁的成员又有谁 现在媒体点兵点将 我们看到这个独家报导 来自于泰报 他说赖清德会延续蔡英文路线 520之后 包括邱泰山 他现在是陆委会主委 还有黄崇燕 都有可能留下来 黄崇燕是小英 非常倚重的幕僚 他现在是总统府 副秘书长 我们来看看 任内最后一次 总统与同军总会长身份 出席同军节活动 阳明山上这个此时时刻 其实是蛮冷的又湿的 那我看很多 我们的同军还是很勇敢的 还穿短袖 这个尤其站在台上 这位大同军 不过要是冷的话 还是穿上外套会比较好的 提醒天冷 别忘了像自己一样 穿上外套 毕竟此刻的阳明山 也仅16度 而总会长一直将 交棒给赖清德 那同台的教育部长 潘文中 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 明年还会出现吗 未来是不好说 不过赖政府的人事布局 传出有新进展 伏觅和浮发 潘孟安 郭亚慧 胡申高 令国安方面有消息指 赖清德希望秋泰三 黄崇燕能留任 这也等于是延续蔡英文路线 而且黄崇燕去年还曾随赖清德出访过 这是我接任副总统之后 第三次正式出访 至于曾英飞文案 低调一阵子的GLASS 最近复出社群平台 发文评论国际事务相当活跃 外界猜测 未来有没有可能外派 520新总统上任 不过为求执政稳定 内阁人士或许不一定有 心气喪 好 我们刚刚看到蔡英文总统 神清气爽 好久不见她的笑容 对 感觉她肩膀上的担子 安全下装 即将要卸下来了 那有一个人可能笑不出来 就是赖清德这个准总统 他现在应该是焦头烂额 在安排人事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卓荣泰潘孟安 可能一个当党的秘书长 一个当府的秘书长 这两个人都跟赖清德 非常的接近 而另外包括 中生代的安排 怎么排呢 这个排列组合到底要怎么弄呢 有人就说2026年六都马上要选举了 所以中生代的布局 要跟六都的候选人要联动 免得到时候又输了 看到包括中生代的人 这些明星 郑文燦 林又昌 吴思瑶 苏巧慧 有人就在放消息说 这的人双北 新北 台北 要给他们放上去 不过点名的人并没有高嘉瑜 高嘉瑜前一阵子不是表态吗 看起来没有他的份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前副 我们的前监察院院长 他做过外交部长 前两天他出了新书 接受赵大哥的访问 他说如果赖政府聪明的话 应该要重用这三个人 在包括隔魁 包括外交系统 或是对中国大陆的系统 哪三个人呢 他说他认为包括红旗昌 包括郭正亮 包括同政员 都是熟悉大陆的绿营人士 可以改善目前的对立情势 这三个都不会用 这个沈大老 沈大老有被点名过吗 你学会啊 我不知道 我问一下 你觉得 我认为前副 前外交部长 他举的这三个人 可见他就是对民进党的 内事 人事的运作 非常不熟悉 不了解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他 因为台湾两个 蓝绿两个大政党 彼此不熟 彼此非常的不熟 不只是不熟而已 非常的不熟 两边都一点点熟的 其实算我 但是我又算什么 现在举的这些人 比如说宏熙昌绝对不可能 已经过了 而且他当年 其实我在李涛的节目 当年李涛正红的时候 我坐在李涛的旁边 我说宏熙昌你不要小看他 他将来不是立法院长 就是行政院长 你看我多肯定他 结果他把自己搞没了 那郭正亮怎么会 郭正亮是几乎要开除的人 已经开除了 他又开除他又自己退了 这样的人怎么潜伏 为什么他这个新闻消息都跟不上 怎么会轮到阿良哥 那至于说 同政员 新加坡代表 他以前是泰国代表 像新加坡 新加坡 他大概是没有什么 是秤职而且满这个人和 运作方面都很不错 但是轮到他的可能性 这么没有听说他这个人物 现在就是行情不热 但秋菜山 我觉得秋菜山留任的可能性不小 因为他也是新潮流人 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而且他也蛮务实 国民党也不是很讨厌他 我觉得其他凸显 这个民进党里头 其实尤其是新潮流的准总统 他可用的人真的是不多 因为这些人如果要当隔魁 当重要的部会首长 第一点 自己人要过这一关 自己人要看得顺眼 国民党就是要修理它 但是着力之点不多 而且能够让社会大众说 你这个新总统比原来的小英好 这个是有点难 而且我们这个 你总统在这些人接触 在物色这个人选的时候 这消息就走漏了 很不容易 你知道 很不容易 像那个内阁次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大佬你要不要给赖准总统一个建议 格魁你觉得你有没有推荐的人 你有建议吗 没有 没有建议 我如果建议我就跟前夫一样 好 嘉玲怎么看这个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党跟府的秘书长 其实事实上中他还 他也担任过党主席 其实他还当过总统府的秘书长 他是有经验的 我想对于稳定的政局来讲 应该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讲潘梦安 因为潘梦安以前是屏东县的县长 民进党比较特别是 民进党的决策机制 其实是中职会 再来是中常会 秘书长其实是一个 其实没有那么大你知道吗 因为秘书长常常要 在各派系也好 要调和顶奈 包括接下来下一波 要开始要处理这个 要面对的就是 县市场的选举 还有议员的选举 所以还有各党部的状况 所以其实对潘梦安来讲 也许人家搞不好 他觉得这个位置太小了 其实蛮辛苦的 我必须这样讲 差一句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大 所以适合他 这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 当一个又是总统又是党主席 他在这个人事的安排上面 一定会做相当周延的安排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黄崇彦 崇彦他从以前从幕僚出生 我们也是相当好的朋友 他在总统府的经验 我想如果说赖总统 愿意再留任他 小英总统也愿意的话 那就真的可以延续小英路线 不过要尊重他 因为坦白讲 在这个总统府里面任职那么久 每一个都很消耗 第一个 头发都变白或是变少 第二个 陪家人是越来越少 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几个安排 我想包括刚刚大佬在讲 郭正安委员 这是我的老师 我想他非常适合做评论 你让他做官员他会很难过 我坦白说 你百万网红 对 他其实他做评论 他在这个网络的世界 其实相当的红 对不对 彤正元老师 其实他的文章 他也当做行政院的发言人 驻泰 驻新加坡的代表 乔委会 对 乔委会委员长 其实他当官员 这个也是蛮持平 蛮稳定的 不过相关的人选我想 我看赖总统其实保密到家 连我都不晓得 所以你也不要问我说 谁会不会留院 谁是不是试任 我想如果这个 你为什么讲连我 连我都不晓得 那是你会偉大 我不是 他英系的 我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 对不对 我就觉得 那个其实因为陆委会 海基或是外交部这些人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上面政策怎么走 上面就执行而已 稳定就好了 其实对于整个大局 都不会太大的问题 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 不会说今天用了 郭正亮 红其昌 突然两岸之间 突然就大交流了 不可能 因为总统的想法没有变 底下都不会变 你说啦 郭正亮说不能用我 因为用我的话 我两岸所有的人脉都毁了 有这样的效果 他现在不会去 他现在那么红了 你看我讲的名字 以前陆委会的副动成 跟詹志宏 以前马英九在的时候 他们也是表现得很好 两岸开放交流 也是做很多幕僚作业 而且这个也主谈 在小英政府来的时候 他也帮忙小英政府 而且很受以重 所以我觉得这些 这些政务官或高级官 都是看老板怎么走 风向怎么变再怎么变 但我倒建议陆委会主委 换外交部的人来接 因为大陆都是这样 你看大陆的现在台办主任 通通是外事系统来 以前就是国台办的主任 然后张志军 还有现在刘洁一 之前都在外办 都在外办 因为大家现在两岸的战场 都不是在两岸 都在美国 所以要找金鱼外语 然后对美国事务沟通 而且会循回演讲的人 就适合当陆委会 这也是一个好建议 来 怡萱有话要讲是不是 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 其实大家最希望 就是看到新的总统上任之后 新的行政团队 应该要降低 那个所谓意识形态 就像刚刚这个沈大佬讲的 就是管逼林管骂 它是一个意识形态 强过于行政的事情 那你说未来这些 执政的官员们 全部如果都用意识形态 继续治国的话 那对于赖清德来说 他应该要怎么样 去跟对岸之间来沟通 你看这次两会 我们刚前面讨论到两会 再加上这个金门事件 还有过去的M503事件 对岸不断的施压 就是要给赖清德一个压力 你在政治上 没有办法跟对方去沟通的话 那你用的行政团队 你应该要降低那个意识形态 包含我们最近在讲 这从过年到现在民生议题 你进我们的观光团去对岸 去禁止这种民生 惩罚我们的旅行业者 这就是没有在乎民生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包含 这个最近讨论的陆配入籍 开始抹红蓝白 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也是用意识形态 再去看待所谓 我们关注的民生议题 我觉得未来民众最希望的就是 不要再找这些 只会操作抗中保台 意识形态治国的这些观点 也希望赖总统有看到这一题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毎阅最自然 有麻烦的笔 跟从D美娱倒准备 所有相优的都嘛 欲望 感谢观看